哇,這個店,很有感覺喔 店路街比較漂亮啦 哇,糖心蛋 這是我們搭的這一區的 雲味 現在早上,這個時候來走走 很原住民的風味 還有他們有準備了桌子椅子 蠻棒的喔 一個森林小步道 這話是搭一帳 其實這個進來是真的超棒的 小舅舅,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今天要來去新竹 武峰的一個標高大概1000公尺的一個營地 最近天氣真的太熱了 一定要找這些中高海拔 營區會消暑一下 聽說那個營區啊 大家晚上夜景很漂亮 可以拍到新竹市的夜景 也可以拍到滿天的星空 大家去解壓消暑一下 Go Go 肚子餓了 先找個地方吃飯了 先找個地方吃飯了 這間好像不錯 那邊有停車場 好 好 好像很大間耶 哇,好像不錯 吃飯了 中島 下的佳寮道有一家這個叫七彩雲南 試一下這個美樂地美食 入門口 欸,好像不錯 哇,這個店 很有感覺哦 回到這裡吃飯了 CP值很高哦 他上菜又滿快的 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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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有特色的一家餐廳 吃飯了 哇,生意很好 平常時間 能這種 做人真的很辛苦 現在已經快兩點了 進來感覺很棒 吃飯了 繼續上路了 快到了,快到了 剩下 5公里 16分鐘 木本 岳金 煞 刀 嘆 你坐在那里 我去鱼 然後我去鱼 我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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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入鞋子 可以看 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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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败家了 又買了 銀燈 這個是充電室的 也是 防水的 今天下午我特別去買的肉桂捲 超好吃的喔 因為這個肉桂捲我們常去買 我是一個肉桂控的人 每次訂咖啡 沒卡無卡的呀 今天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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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山明水秀 景觀很棒 這個肉桂捲金釀講話講 很香 很香 晚上睡覺的地方 客廳 暗時電 那 點路多 比較漂亮 我們的客廳站 好 我 和 這是女兒的愛心 這是我們今天的寶宅飯 哇 你成功喔 這是女兒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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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兒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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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區是屬於一區 它是拍夜景 四區的夜景最清楚的一區 也是雲區裡面最大區的 大概人容納大概十幾頂帳篷 是一區上來的 一區上來這邊 還有銀衛 這個銀衛比較特別都是獨立的 大概可以搭兩張 這個銀衛可以搭一張 是獨立的 然後他來拍四區的夜景跟大海 也很漂亮 也很清楚 可以瞄看整個新竹室 可以瞄看整個新竹室 對阿 再看下去可以看整個的新竹 新竹市 所以這一區 它一樣有 洗手台 可是這邊的廁所跟浴室 就要到總部去了 然後再走上來 這邊也有 一區 這是 這區是那個 天湖雲區 最高點的一個銀衛 這個很特別 他這一區 是大樹下面 然後 只能帶一定帳篷 變成你一個人來就可以報區了 很漂亮 他還做了一個 木頭椅子 這一區 這邊是他拍攝的一個點 蠻漂亮的喔 這是我們搭的 這一區的 銀衛 他大概能搭大概 二至三丈 然後這個銀衛是最靠近銀本部的 他浴室廁所都在旁邊 他拍山景 是超漂亮的 這是銀本部 這是銀本部旁邊的洗手台 有兩個 這是銀本部的 浴室跟廁所 這邊是女生浴室 那女生浴室 今天沒有人啦 所以我進來拍一下 女生浴室裡面 他有放一個大的椅子 讓你在這個地方 等人的時候可以坐 這個浴室裡面 大概有 聰明浴的有六間之七間 然後廁所的話 大概六支七間 吹風機 那銀衛室進來的門口 他有兩個洗手台 外牙洗臉 洗手 男生廁所進來 一樣會有先兩個洗手台 藍色的 男生的地方 他那個 林浴室有 四間 馬桶有 兩個 男生廁所 銀本部這邊會有準備 一個大冰箱 四門的大冰箱 還有一個 兩門的 這也算大冰箱 這比我們家裡都還要大 不算小 有冷凍跟冷藏 這個也是讓我們 來這邊的路由使用的 再來的這一區是 B區 B區他大概能搭 大概七至八張 一樣有電 然後他的洗手台 還 有 四個 這個是 B區 他所拍的 銀海 這是B區使用的廁所 那也是一樣男女分開的 然後這一區 然後這一區 基本上他們 洗澡的地方都在銀本部 那這一區你要簡易的 沖澡也是可以的 再來我們要前往A區 怎樣 其實 現在早上 這個時候來走走 這個銀區 他銀區的路還 石頭路還蠻好走的 旁邊都是大樹 樹林 還有雲海可以看 還蠻舒服的 這邊是A區 他可以搭一支兩帳的帳篷 那一樣有洗手台 可是廁所的話 就必須要走去 剛才我們B區那個廁所 走路大概兩分鐘 這裡是A區 這裡也是獨立的 他可以搭 四到五帳 有的人來可以 朋友一起來可以包區 這邊的旁邊都是 高的樹 所以在這個區塊還蠻涼的 這一間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會有一個獨立的 空間 類似有一點像 發呆亭 小客廳 旁邊是洗手台 蠻好玩的 這個是他的發呆亭 很原始 很原住民的風味 還有他們有準備的桌子椅子 蠻棒的喔 這裡如果說是小團體 桑梧頂帳篷來 是很適合的 也很棒的 這個是B區 森林系 真的 夏天來這裡 在這裡搭 很棒 這個區塊來講喔 如果說山藏來 還會有一個 比較 不算小的空間 小朋友來這邊用的話 還蠻多空間可以讓他玩的 然後他離廁所方面也很近 這邊 有一個森林小步道 嗯 不錯 這一區 如果說喜歡吊床的 真的也可以選擇 他樹與樹的中間 吊床很剛好 很棒 然後左邊你看 又是一個山藍 雲海 這一區 一樣很好玩 他這邊會有一個景觀台 可以讓我們路由上去的 剛好這一區可以使用 哇啊!三四頂 還有景觀台 還有吊床堂 哇!真的是完美 我們現在要來往 西區 來去看一看了 這一區是西萬區 他可以 他規劃是搭一帳 其實這個進來是真的超棒的 都屬於自己的空間 然後有自己的洗手台 插電的地方 你看看 還有扣線 真的很漂亮 這邊旁邊剛好可以看到 山藍跟雲海 也是 要看景畫也是很漂亮 然後下面這一區塊就是 一樣是西區的 我們等一下下去看 這一區是西二區 這邊的規劃 是七至八丈 其實這邊的規劃 空間都蠻大的 廁所 跟浴室 他有兩間 我們從西二區 再往上走 就是西三區 這個區域 就可以規劃成四丈 然後這個四丈規劃比較特殊一點 都會各式比較會有隱私 可以往樹的中間擠 不錯的感覺 不一樣的享受 這是一區 我看的山景 雲海 跟山藍 其實 這個雲區 每個地方的景觀 都不一樣 可以享受不同的景色 看市區,看星空,看山南,看雲海 都不一樣 攝影中心 海鮮 通常 市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分享 按赞 留言 打开小铃铛 小舅舅买去堆 下次见 拜拜